我得奖了 金案奖 真的 老顾 你快过来 儿子得奖了 快点 快点 我怎么讲呢 金案奖 真的吗 多这么大一奖 怎么脸上一点笑容 都卡不出来 骗我们的吧 你瞎说什么呢 儿子什么时候 拿这么大的事 开个玩笑了 那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我 还是你们要不 爸 过来 把儿子叫你 爸 爸 我很开心 所以才跟你们说的 我只是面对镜头 笑不说的而已 那就不要笑 我记得小时候 你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也从来没看到你笑过 你说什么呢 这能比吗 这是国际大奖 我说你老糊涂了吧你 小川呀 这个成绩和荣誉 差不多就行了 人的神经一直绷在那儿 人是要出问题的 而且你说你这么年轻 就得了这么多的奖 而且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的 该知足了 我很知足 妈 妈 你们对我非常不满意吧 哪有的事啊 爸爸妈妈呀 有你这样的儿子 骄傲着呢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听你们的话 我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更没有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这种东西呢 实际上没有一套什么固定的标准 但是中国的父母对自己是有一套标准的 那就是等孩子长大了以后 尽量地不给自己的儿女添麻烦 小川 你记住 只要你好好的 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 都会为你开心和骄傲的 我们都会心满意做的 谢谢爸 我的眼睛有点滑了 小川 小川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 想你们了 爸爸妈妈也想你 適当的时候给自己放回假 休息休息 我会给自己放个长假的 你们也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你也早点睡